来了不少人 为大家的热情倾倒 还是我们这些个人 欢迎大家准时准点 准点准时收看我们的节目 来一次再认识一下 坐在那个角落 什么可爱的小助理 小影子 孩子最大特点 每次都不一样的动作 我也学不会 好 算了 别算了 我一看你 我就打心里 我有反胃的感觉 情况就好了 你好 青春 我不叫青春 春庆 我叫叶云鹏 这是我的鼓励 也是我们的二助理 叶云鹏 他最大的特点 也不是一 也不是三 我自豪 心态是真好 因为慢慢地往前熬 从二助理就能熬到 三助理 四助理 不好不好 谁也看不掉我了 往前熬 一点一点来 做演员都这样 没有不盼着自己红的 名利场 是非圈 每个演员都希望自己有一个好的成绩 希望观众认识自己 你说都是学表演的 走着街上 这仨人大伙都认识 这俩人一个理都没有 打心里难受 我们希望给云鹏一点机会 假以时日 再有个三五十年 这个孩子会有知名度的 那我就八个来睡了 谢谢 其实说句良心的话 这个行业挺难熬的 很多演员都是如此 有的熬了一辈子 可能默默无闻 有的小孩三五岁一出道 一下子就红了 所以说一个艺人要想红啊 你真闹不清楚 你不知道哪片云次有雨 比如约云鹏要想红的话 我觉得你给自己应该列出这么一个表格来 你觉得自己出那门进那门 走哪里才能够红 你有没有一个创意和打算 我的创意是我不走女性的那个路线 因为我也走不了 首先说我是一个男性 这一点我比较肯定 你别相信这些谣传 你不要放弃自己的捷径 你知道吗 你好好地装什么男人啊 我就是一个男人 差点破案 实话说出来 是一个男人 你自己觉得你什么时候能红啊 不知道 但是偶像路线我也走不了 实力路线也够像 那你走恶心路线也可以 不行 要不我就别红了 红吧 你要红的话还能带动一帮卖盆的 因为看你都得吐 所以去卖盆